在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德国的律师作家 他的畅销小说《谁无罪》 这一部作品而成了电影 这部电影是罪人的控诉 它由一场谋杀案来衍生出一个历史的悬案 尤其这部电影里面的故事背景 更是横跨了二战 战后以及现代 所以非常考验导演的镜头切换 尤其这部电影里面就在说什么呢 故事在说德国的一个柏林豪华饭店里面 有一位85岁的财团企业家 他竟然遭到凶手以行刑事的方式 朝他的头部开了三枪 导致他当场死亡 而这个嫌犯 这个凶手 他就立即自首了 而且谈成犯案 而且并且非常希望力求死刑 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却三肩其头 一直都不讲 而这时候就有一位菜鸟律师 他承办了这个案件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办案 在调查的过程之中 竟然越调查越调查 就发现出了足以动摇 国本的滔天巨浪 尤其刚刚又说了 这是一场谋杀案 调出了整个历史悬案 那这个历史悬案是什么呢 原来是德国在战后 他没有进行宪法改革 但是却暗度陈昌 让这些二战的战犯档案 一戏之间浮翼而飞 导致这些许多纳粹的帮凶 他们却一戏之间全数的脱罪 这个也是德国的司法史上 最大的失误 尤其这部电影更被说是 挑战司法的一部电影 我们就来看看罪人的控诉 警察主导 tidak ere后能adata um Radio 第一式警察主广阵军 领导恤的人 警察给你们被告 중 警察和警察 现在有三份 我立刻到了这位名家 他是学生的父母 我一直在做法ナ禮 我一定要安法人 你找譯的 aperling 我拚强 我拚强武很友善 美 另一身 我去了 我成为暂 和安法人 我拚�你与我拚弱 她拚取了 你是不是一个人 你不可以拚取 我不能拚取衛 他们就不太拚 我拚你以上 你拚不拚 他拚 没什么 你怎麼 stat 我能不能去抓住他 他贏得了 他邀请他绝对他事件 他绝对他事件 他绝对他事件 你识史记得了 我计数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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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新感到你的人 你让让他们带来 你信心 你懷疑了,我不能拒絕我自己不拒絕的 我把你做的事 我把你做的事 你不要 你不想在你的第一步 把所有的事都放在力量 你答應了,你再次再次 你再次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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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拒絕了 看完了电影的片段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电影的最新姿势 你要请记得锁定民事第一台电影情报站